好了,亲爱的同学们,接下来呢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三。 下图是一座古城堡的外观图,图中啊,每条最短的线段长均为两米,古城堡高12米,宽18米,求这个外观图的周长是多少米。 那么一个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这个图啊,那我站在这里吧,让你们看得更清楚一些。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外观图,那么要想求它的周长的话,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出围成它一周的这个长度,对吧? 对。 现在呢,这个一支条线已经告诉我们了,从这里到这里是18米,从这儿到这儿是12米,还告诉我们在这里边其中每一小段是多少米来着? 两米。 两米,对吧? 这都是我们一支条线告诉我们的,然后让我们求它的周长。 那么同样的,我们现在先来观察一下,你说它是一个规则图形吗? 不是。 它简直就是太不规则了,是吧? 是。 所以呢,它是不规则的图形。 不规则的图形呢,求它的周长怎么出来的? 嗯,平移。 我要用平移的方法把它转化成我们学过的规则图形,对吧? 对。 那么现在我已经知道底下从这儿到这儿是18米,那也就是我需要把这个中间部分给它补上,对吧? 对,要补的时候怎么补? 向下平移。 很好用,把它向下平移,把它向下平移,把它也向下平移。 这几个都向下平移,然后就把它补上了,对吗? 对。 那我就要问你了,我是把横着的这五条小线给它平移下来了,数字的这个还在不在啊? 在。 还在,对吗? 那我就要问你了,那要想求它周长的时候,数字的这五个小段我算不算呢? 算。 要算的是吧? 哎,数字的这,哎,不是五个,这数字的是六个小段,我要算它周长的时候,也需要把它加上才可以,对吧? 对。 那好了,我们再来看一看法吧呢。 那同样的呀,我只要从这儿到这儿是12米,那我也需要把它不齐了是不是啊? 对。 那我这个也可以向上先给它平移,把这横着的每一小段都给它向上平移,然后呢都给它封上以后,这是不是一条直直的边了? 是啊。 那我问你,这条边和下面条边一不一样长? 一样。 一样长,对吧? 那好了,那我接下来我该移这个数字了,对吧? 我可以把它移过来,把它移过来,把它移过来,移过来,移出来以后,这是不是数过来了? 是啊。 那么同样的,我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啊? 是啊。 那好,我就不画了啊,看完老师这么画是不是就都要称乱了呀? 嗯。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,因为我点一下,看其他的线是不是都平移了? 是啊。 那好了,平移以后我们发现这是一个什么图形? 长方形。 长方形对吧? 由原来的不规则图形,那么多条线太乱了,我们一下子通过我们的平移,马上就转化成一个规则的图形,对吧? 对。 那我们转化完以后是不是特别的清晰呢? 是啊。 那么它的长是多少? 18。 宽是多少? 12。 这是一个什么形? 长方形。 长方形,那好,求长方形的周长怎么求来着? 长加宽的合成也二。 那好,那在这里我们发现平移完以后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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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六条小线是怎么了? 于这儿了。 哎,平移以后剩下的,那我就要问你我算这个图形的周长的时候我加不加它呢? 加。 要加呀,因为它是我们原来图形里边有的,对吧? 对。 我原来图形要求它周长的时候需要加上它,那我平移完以后剩下来的我也要把它加上才可以,对吧? 对。 剩下来的我一定要加。 好了,这个图形呢,平移完了以后我们就马上知道了。 接下来我要求它的周长了。 那它的周长怎么求你会吗? 嗯,那我要用…… 18加上一二。 很好,用长加宽的合再除以…… 再乘以二。 再乘以二,对吧? 对。 要用长加上宽的合再乘以二就可以了,对不对? 对。 18加12点多少? 30。 三十乘以二等于六十单位米。 好了,我就要图形在周长,吃完了。 嗯,不对。 不对哪儿啊? 还有六条线。 没有啊,中间这六条线我还没有算的,对吧? 对。 所以同学们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啊,这么的马虎把它们漏掉了,千万不要把它们漏掉了呀。 那么现在我就要问你了,你知道每一小道是多少吗? 知道。 多少呢? 两米。 很好,他说啊,图中呢,每条最短的线段呢,均是两米。 你说这是两米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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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? 对。 你说几个二? 六个。 六个二,那我直接用六乘以二再加上六十就可以了,对吧? 对。 就他的周长,那同学们来算一算,结果有多少? 嗯,七十二米。 六乘以二,二六十二,再加六十等于七十二,单位是? 一米。 这道题我们就求完了,是吧? 嗯。 好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完整的解题过程。 最后再写个答就可以了。 那同学们,我们发现了,不管这个图形长成什么样,再不规则,我们也能把它转化成我们学过的规则图形,对吧? 对。 有什么方法? 平移。 平移的方法把它转化成我们学过的图形,可是我们原来图形是让我们算的,那我最后平移完以后,剩下来的我要不要算? 要。 要,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,平移后剩下来的部分,要记得把它算在我们的周长里面,这样不要把它们漏掉了。 那好了,接下来我们来做一道练习题。 求下图的周长,来位手里里。 那好了,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形啊,它长的,也是我们的不规则图形,是吧? 是啊。 那好了,求不规则图形,我要用什么方法来转? 平移法。 平移的方法,把它转化成我们学过的规则图形,对不对? 对。 现在它的底边,我们已经都知道了,是物实。 这条边呢,我已经知道了,是三十五,那我需要就把它们全部补成,对不对? 对。 那好了,那么这儿我需要把它向上平移,然后把它封上,对吗? 对。 那么这条树的边,我也需要把它向右移过来,然后把它封上。 那我们就发现了,这条边的长是? 三十五。 三十五厘米。 那么这条边是? 五十厘米。 那我还差这条边和上面一条边,我还没有移过呢,对不对? 对。 那好了,接下来我把这条横置的边给它向上平移。 那么这条边我也给它向上平移。 然后把横置的这条边给它补全了。 那我们发现了,这左边这条线还差那么一点点,对吗? 对。 那还差那么一点点,我用谁来补? 右边那条。 都用这个树条来补,对吗? 对。 如果是把这整条补过来吗? 不是。 不行,整条补过来,我发现这部分就重复了,是吧? 对。 那我只是要补一条段就可以了,对不对? 那我就把这一条段呢,给它补到这里了。 好了,接下来呢,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形? 长方形。 长方形。 长我们知道了,宽我们知道了,直接可以抽出它的周长,对吧? 对。 那好了,在这里我一定要强调,哪儿我需要把它算上? 那个石,好了。 很好,在这里我们发现把它平移上去了,然后把这儿平移过来了。 这石和这边这条小线段我算了吗? 没有。 没有,那我要求周长的说,他们两个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把它算进去? 是。 是吧,因为它也是我们周长中的一部分,对吧? 对。 那好了,那么这是十,我要问你这是多少? 十。 也是十,对不对? 因为我是把上面这一小段移过来以后,剩下来的部分这么长和这个石是完全一样的,对吧? 对。 所以还剩下两个十厘米的小线段,一定要把它加上才可以了。 好了,同学们,接下来呢,我们来练一下这个顺子了。 那我要先求这个长方形的周长怎么求? 五十加上三十五。 长将宽的核再乘以二,那么五十加三十五等于多少呢? 八十五。 八十五乘以二等于多少啊? 等于一百七十。 一百七十厘米,我还要加上谁? 嗯,加上两个十啊。 哎,很好,我要算这周长的时候,这一小段和这一小段也是希望我们把它加上的。 所以一百七十还要加上十乘以二,对吧? 对。 两个十结果就是一百九十。 十厘米。 这道题呢,我们就做完了。 好了,同学们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完整的解题过程。 嗯,好,这道题呢,我们也做完了。 那么同学们,我们做这道题的时候也是应用的什么方法来做的? 平移法。 平移的方法。 把不规则的图形呢,转化成我们学过的规则图形。 那么平移后剩下来的我要不要呢? 要。 哎,要把它算进去,一定要记住啊,平移后剩下来的,如果我们原来图形中需要求它的,一定要把它算进我们的周长里。 千万不要把它们忘记了。 好,同学们,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题。